今日李景亮公开校正了自己的新的目标对手 而且这个人来头可不小 目前在UFC次中量级排名第12位 比李景亮高出了一位 他是通过白大拿挑战赛进入UFC的 并且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拿下了一波五连胜 并且其中有四次就是终结对手 他就是来自美国的名将杰夫尼尔 李景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了约战信息 而且根据两人的排名来看 这场比赛促成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实上在去年李景亮KO阿根廷伊哥 彭奇尼比奥之后 尼尔就曾校正过李景亮 当时他就表达了自己想要与李景亮一决高下的意愿 不过李景亮选择了更加强大 名气也大得多的齐马耶夫 尼尔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强力的对手 他整个职业生涯战绩14胜4负 其中8次KO两次降服 终结率高达71% 而且尼尔在场下也不是一位好惹的主 他曾在去年感恩节期间 被指控酒驾和非法携带武器被捕入狱 最终以2000美元保释 在前段时间我们格斗迷对李景亮的专访中 他就表示今天要做一位劳模尽可能的多打比赛 马上就传来了叫战信息 希望这场比赛可以如愿举行 更希望李景亮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胜利 这场比赛可以